神秘客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神秘客原名昆汀贝克 是蜘蛛侠的经典宿敌 也是邪恶六人组的成员之一 在电影里 他是史塔克工业的前员工 在电影《美队3》里 钢铁侠在电影的前半段介绍的全息投影技术 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不过钢铁侠并不看好这项技术 贝克也因此被史塔克工业开除 离开了史塔克工业的贝克 就召集了一群史塔克工业的前员工 组建了一个团队 利用他的全息投影技术 将他塑造成为了一个 来自其他平行宇宙的超级英雄 而在漫画的设定里 贝克原本是一名好莱坞的电影特效师 长期在幕后工作的他 非常渴望出名 所以他利用自己的专业 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假的超级英雄 知识二 神秘客无论在漫画里还是在电影里 都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任何超能力 他主要是靠全息影像制造出来的视觉效果 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超级英雄 在电影里 他靠着骗取蜘蛛侠的信任 从而获得人工智能眼镜伊迪斯 以此来操控众多的无人机 得到伊迪斯智能眼镜的神秘客 就操控的无人机 给蜘蛛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而在漫画的设定里 神秘客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徒手格斗技巧 而且他还可以通过使用催眠术 神经毒素 再结合一系列鬼斧神功的特效道具 拿到给敌人造成实际性伤害的效果 另外他还能创造出一种 是蜘蛛侠丧失蜘蛛感应能力的化学气体 知识三 其实在漫画里一共有四代神秘客 除了在电影出现的一代神秘客昆汀贝克之外 还有名为丹尼尔贝克花特的二代神秘客 他是贝克的同事 三代神秘客名为弗朗西斯克卢姆 是一个具有传送能力的变种人 四代神秘客 姓名未知 他是从红魔手里购买的神秘客战衣之后 才称为的神秘客 知识四 在神秘客的人物设定里 他还是一个重视细节 足之多谋的策划者 这一点在电影里的多个镜头就有体现 比如在这个镜头里 彼得身后的这个路人 就是神秘客本人 后来彼得和尼尔在河边散步的这个镜头 在他们身后出现的这个男人 就是神秘客团队里的编剧 之后彼得从商店里开始 身后台阶上有一个秃头的男人 这个人就是神秘客团队里的工程师 在电影《钢铁侠义》里的这个角色就是他 知识五 虽然神秘客是作为电影《蜘蛛侠英雄远真》里的反派登场 但这并不是神秘客第一次出现在大荧幕上 在《蜘蛛侠三部曲》里 牛布鲁斯·坎贝尔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神秘客 本来是打算在《蜘蛛侠4》里作为反派出场的 不过却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了 知识六 神秘客虽然是作为蜘蛛侠的反派在电影里登场的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 他也是夜魔侠的反派之一 而且他纳令蜘蛛侠失去蜘蛛感应能力的化学气体 也能让夜魔侠失去无感 甚至神秘客还曾雇佣把眼 杀死了夜魔侠最亲密的朋友凯伦佩吉